Leo聊系 天天就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NOA7 競技場大師賽第七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這個文明是我非常推薦 那波蘭也是 所以這一場比賽 完全就是為我設計的比賽 聽起來怪怪 義大利人這個文明 他為什麼我會推薦的原因 只是單純 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這就會讓新手訓練這個文明的時候 你只要練會義大利人 你所有的其他文明配置 都不會差到哪裡去 只會更強不會更弱 而且義大利人 基本上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連瓶種都有 拇指環也有 基本上你要打步兵、攻兵、騎兵 你都練得到 而且經濟也不會說 雖然經濟沒有到非常好 但至少你全部的兵種都玩得到 讓你的訓練加速會更快一點點 那義大利人比較特色的地方 是他升級時代手 比較稍微便宜一點點 算是對他的經濟補正 那我個人認為 義大利人比較適合打 攻兵系 還有騎兵 步兵的話 只有傭兵可以打 算是比較堪用 如果要到帝龍時代後期的話 這個傭兵就有點不堪使用 那義大利人的話 經濟場比較常見的 還是出這個熱奈爾弩手 騎士路線還是比較少一點 因為熱奈爾弩手 打馬國的話是非常好用的 畢竟打馬會有外傷害 而且傭兵也是高速 步兵攻擊也是蠻高的 騎士的話就是普通騎士 價格很貴 所以騎士路線是比較不推薦的 但是一些情況下 你還是必須去打騎士的 所以也不能說完全不能打 好那我們就下來看一下波蘭 波蘭這個文明是我最愛的文明了 那我昨天有在直播裡面玩波蘭的戰役 突然發現這波蘭的戰役 變得非常難 應該是說所有的戰役的難度 AI都變高了 所以電腦變得更聰明 冰爆了更多的感覺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波蘭的文明 波蘭這個文明在大中原 這個九宮戈裡面 撒農田的話可以立即收成8%的食物 而且採石頭的話 每100石頭可以採生散散的黃金 這黃金量非常多 那後期呢有這個關鍵科技 這個烈克提克遺產 可以讓肉蠻產生這個践踏效果 可以變成放回傷害AOE的感覺 非常痛 在於競技場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這個肉蠻是非常難產的 而且非常有優勢的 不管對方是出擊兵或是戰毛兵 都會很容易被這個践踏效果 給打回去 所以我覺得波蘭這個文明在競技場來說 算是不錯的文明 而且在前期的應用也是相當廣泛 那為什麼波蘭很適合競技場的原因 是因為他可以打這個塔弓狗 在封建時代 你只要樹上封建 然後挖石頭 你挖石頭 也沒有傷到那麼多經濟 而且你前壓 可以打一個塔弓狗 那你就插一根塔 然後繼續開始射他的圍牆 然後用村民去打這個石牆 然後後面再下一個兵營 跟射箭場 射箭場出來的弓兵 就全部往裡面送這個射箭 放到這個劍塔裡面 就可以增加這個劍塔的攻擊傷害 然後就繼續連環塔插進去 給敵人需要更多的資源去做防守 那盡可能去插他的主金跟石頭去 類似這種區域 可以的話墓虛也可以插 但墓虛在競技場來說太難插到 因為人家可以一直退守 所以主要的目標是插果子跟石頭跟主金 這三個資源點 算是一個經濟場塔弓狗的一個細節 那破爛人塔弓狗也很適合之外呢 還可以打這個步兵 攻兵騎兵也都是可以打的 基本上全能力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破爛人的攻兵也有這個拇指 所以跟義大利人對射的話也不會太弱勢 但弱勢的點就是沒有三級攻兵練甲 所以要盡可能小心義大利的巨盾科技 因為義大利人巨盾科技可以讓他增加遠防 所以破爛的攻兵的防禦路線會比義大利人更弱一點 但是破爛人的經濟加成是更多的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可以用這個大量經濟去淹過義大利人 好,我們先加速一下下 那最近的影片大部分可能是競技場的影片 因為這個競技場大失哨 最近的比賽實在打得太精彩了 所以可能會喜歡看阿拉伯的玩家們會覺得有點 可能競技場影片太多 但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的這個頻道還是會做一些精華的賽事剪輯 讓沒有辦法跟直播或是看到比賽的觀眾 可以參與一下這次的比賽的內容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 這邊還在吃癢 吃癢繼續吃 5個人吃 喔6個人 因為正常是5到6個人吃都可以的 那破爛這邊是選擇了24P 24P加2 25吧,他這邊是25P 對,25P加2變27P 上城堡時代 A大一忍者是24P加26P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那他這個上的P數找了一P 差別是在 差在於這個 單純的上城堡時代比較快一點點而已 那為什麼破爛 照理來說他是經濟很好的文明 為什麼他會那麼晚上 最主要是因為破爛 他是要在灑農田的時候 才可以吃到這個經濟家常 那在這個遊戲裡喔 比較 在競技場來說 要到 城堡時代這段期間喔 你不太會去灑農田 你光吃肉跟這個鹿肉豬肉 就可以讓你點到城堡時代 基本上你會灑農田的時間點喔 是你點城堡之後 基本上是點下一機農一機末 才會開始灑農田 所以破爛在跟義大利對決的時候 其實兩邊上城堡時代時間是差不多的 要到城堡時代之後 才會有感這個破爛的肉量加成 所以大家有時候會誤會喔 這個破爛為什麼經濟好 還會時代升輸別人 最主要原因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一大一人生下輕騎兵 好 那道德這邊喔 使用了一個卡門戰術 讓這個城堡沒法閉關下來 讓Jodan會有點心急喔 因為這個門一沒卡好 很容易打輸喔 但目前道德一只使用兩隻刺頭 去做一個應對 打出了殘血 那這邊趕快下一個修道院喔 可以趕快造出生鋁 生鋁先補一下刺頭的血量 然後待會也要補一個他輕騎兵的升級喔 那現在Jodan這邊生了這麼多刺頭 待會TC開出來會很難按的 按這個村民的關係喔 所以他這邊是決定先灑農田 大眾人再補一個 大眾人再補一個 至少要補到八片田 較好出繼續出肉嘛 跟開TC的動作 好 那這邊射女款按 看到Jodan這邊 大了一隻刺頭出去探圖 看一下道德現在輕騎兵數量有多少 但自己輕騎兵還沒有升級好 所以現在對方有這個二攻的優勢喔 也比較多一點點 好 聖女走出來要來撿第一個生物 但是競技場來說 還是比較推薦大家喔 去撿生物喔 我們一直有在講 這個生物不要學這些職業選手喔 像NBL 職業棄武生物 VIPER 這種世界等級的選手 去學這個棄武生物實在是 不好喔 不良的示範阿 畢竟你們不是VIPER跟NBL 所以很難打出這種精彩的逆轉勝 也不算逆轉勝 就是這個策略打法 在四季立國裡面是非常 不常見的一件事情喔 因為 有一點算是他們個人的 個人秀招式了 大部分的打法還是要去搶生物喔 比較不會有那種 一直被擰壓的感覺 好 那道德這邊是出了五隻刺猴 聖女繼續出 這裡有繼續招翔 欸招到了 哎呀 Jordan本來是想要利用這個聖女最遠的範圍 去斷他的招翔路線 讓道德給放棄掉 結果他 大翼了 沒有拉到最遠喔 反而翼在他邊邊邊喔 結果讓這個勝率還是遭到了 好 那目前刺猴的數量是六隻 打七隻 七隻都是滿血 好這裡又補下一隻 變成七打七 但有一隻勝率直接被點掉 那目前道德的清潔兵血呢 是比較慘的 所以這邊只能選擇撤退 好 那這邊 這邊可以打贏的話 聖女就可以開始悄悄的出門了 那這邊出門的話先走左邊 那這邊 Jordan可能趕快去找這個聖物 這個聖物已經被搬走了 可能來不及了 他雖然有去探 但是還是要守這個聖物 而不是守左邊這個聖物 好 那兩邊聖物拿回家沒有問題 Jordan已經確定兩聖物了 第三個聖物能拿下來嗎 道德要放棄嗎 道德這邊在補清奇兵的血量 沒有第一時間出去 這裡來到八隻 聖女也要慢慢推出去 好 但目前Jordan的 刺頭來到十隻 十隻刺頭 上前一砍 後面兩隻聖女直接做著翔 Jordan也是著翔回去 但第一時間還是被砍死了 只有Jordan遭到了一隻清奇兵 喔是道德 道德遭到了一隻清奇兵 我們也再繼續招翔 這邊再回來反打一下 OK 看起來要全軍覆沒了 道德這邊為了要讓森旅有這個招翔時間 而且不想讓對方有可以回城 進城門的機會 所以選擇在自家城門互打 互打之外呢 互放森旅也可以做補血 這算是一個很小的細節 大家如果以後有遇到的話 也可以像道德這樣做 這個非常高招 同時可以讓自己勝率安全之外 還可以在後面補血 這個是相當關鍵的事情 好那兩邊都開下了3TC 3TC開下去了 但是道德這邊直接開出了4TC 我也蠻推薦的 大家在打競技場的時候 也是開個4TC 盡量不要打3TC上帝龍時代這件事情 雖然你可能城堡前壓會有優勢 但很容易就會直接經濟落後 然後正面容易打輸 然後兵力輸 什麼都輸的這個情況下 然後就很容易被翻盤 基本上經濟過好 不會有太大的弱點 這邊應該兩邊不會再打出手 這兩邊就是親騎兵兩邊都互相打來打去 小打小鬧了 好那確定是道德拿到第三個聖物了 久等這邊是兩聖物應該也還好 因為波蘭本身是不太吃大量黃金的文明 畢竟騎士便宜只要30金 貴族特權點完之後 而且工兵也是正常45金給我拇指王 這邊直接卡一個城門 直接卡在城門想要讀口 哇這邊賭口賭得很漂亮 但是沒有辦法 還是出現一個漏洞 讓這邊聖物直接被兩道 直接被斬死 這邊親騎兵也想要賭口的關係 沒有第一時間去追親騎兵 結果這三隻親騎兵 直接走到了道德的家裡 直接開砍了起來 那這邊應該就這樣子了 這兩隻親騎兵可以嘗試去抓村民 畢竟攻擊力蠻高的 這邊被繞進來的話還是要稍微微一下 好測試一隻 剩下一隻危險性就沒這麼高了 怎麼又拉回家 讓更多的 就等著親騎兵繞了進來 這個道德有點失誤啊 這邊一定要被迫按長槍兵來防守 還有一些親騎兵喔 親騎兵可以考慮不按 只按槍兵 但是這樣子守起來會有點危險 還好Jodan這裡沒有硬打 如果硬打的話可能會有點受傷 好這邊繞一波 先打農田村民 靠死一隻 忽然這邊第一時間點一下地獄死耐 那由於Jodan這道德這裡沒有織布的關係 村民死得非常快速 現在織布技術才好 這個就是偷織布 然後道德又忘記了 兵進來織布也沒按 然後地獄死耐慢了一分半 這算是蠻正常的一個 delay喔 這個算是地獄死耐的delay 大概25分鐘可以點一下 好就等這邊來細節喔 這邊蓋完成寶之後 直接炸了 按了兩個炸藥桶 這個炸藥桶還有個細節喔 如果你的對手在封建死耐 你已經成寶了 然後按出一隻炸藥桶的話 是可以直接一隻炸藥桶 炸爆對方的死牆 那如果對方也升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就已經需要兩隻炸藥桶 才可以炸出這個門口 好這邊招翔一下 能不能招到這隻騎士呢 反招一下長槍兵 也沒招到 另外一隻過來 也是回頭 OK兩邊都已經回頭了 好那義大利這邊比較弱的地方是 槍兵只有重裝長槍兵喔 並沒有擊兵的升級 但是他有熱奈亞奴守的關係而已 算是Nurve他的槍兵路線 基本上你要打騎兵的話 還是比較鼓勵喔 出這個熱奈亞奴守 那波蘭這邊是沒有打算要走騎兵路線 哇這邊騎士直接招走很賺 這邊波蘭也是打工兵 那如果是走工兵線的話 就會回到我們開頭講的 如果波蘭也打工兵路線的話 那義大利人算是不會弱的 這邊雖然點到了老頭 但兩隻熱奈亞奴守已經死去了 那待會就要注意 道德有沒有點下這個巨盾科技喔 那波蘭這邊是沒有三級練甲的關係喔 所以待會對射的情況下 還是要搭配一些肉麻 去做一個肉盾抵抗 但肉盾抵抗的話還是很容易喔 被這個熱奈亞奴守給射爆的 然後這邊兩個自暴蟲直接炸出城門 道德這邊想要來讀口 四隻村民沒辦法讀起來 喔可以了 這裡沒有第一時間補下 好 常常兵過來先搓個一波 看死了一隻村民 第二隻村民也倒下 讓村民還在門口 但距離頭適應波蘭已經開拆 好 義大利這邊點一下化學 想要來輸火炮 火炮也沒問題 波蘭點下了拇指環 跟輪軸技術 三級農一點下了 OK波蘭的細節喔 波蘭競技術就是三級農 趕快點下了 這個立即收成的8%效果 可以最佳化 待會你就會看到波蘭的肉 動不動就破千了 甚至破三四千都有可能 這就是波蘭的肉類獲取最可怕的速度 好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道德這邊會怎麼打 道德遇到對方 忽然轉弓兵 這邊直接想要轉出傭兵嗎 傭兵來說 打弓兵 其實算是 4-6開吧 沒有到 非常被康可 但是還是稍微有一點 主要是他的存在還是步兵 裝甲來說偏爛了 而且軟甲技術 傭兵也吃不到 所以他的遠防 還是會比較弱一些些 但跑速快是個優點 雖然夠大 地形情況下允許 才有可能用這個傭兵 去打贏對方的奴兵 強奴之類的 這邊直接地獄斯丹 兩邊巨頭大丹開打 現在是三巨頭 打三巨頭 這邊拉了非常多村民 道德直接死命的休 拉了大概快要30寸的村民術 撐到火炮終於出來了 火炮出來 第一時間想要來打巨頭 是想要來反擊火炮 火炮都順利躲掉了 這邊的傷害 這邊打算要直接放棄這根城堡 沒有想要硬拆了 但是自己還是被拆掉了一台巨頭 那究竟這邊撤退的時間還算早 至少沒有損失到第二台 還能接受的結果 那目前我還是比較看好波羅蘭這邊了 波羅蘭就算不打巨型頭司機 打大衝撤也是非常強悍的 好 後面補下工程機製造所 這個不確定是要出什麼 看起來是要出頭石車 但是現在出頭車會被火炮給推掉 所以現在比較可能是出衝車吧 這個情況出衝車比較合理一點 這邊把生物給打噴了出來 後面有沒有再補一個修道院呢 有 修道院不在後面這個位置 波羅蘭這邊點下了貴徒特權跟練鎧匠 來把這個騎士的 防禦點高一點點 但波羅蘭的馬是沒有三級馬鎧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波羅蘭的肉馬是偏軟的 很容易被對方的有強弩的拇指環 給射爆 甚至這個熱奈爾弩手 都是非常痛的 那我覺得就在這邊打 騎士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對方熱奈爾弩手數量沒有續寫 那目前很明顯 熱奈爾弩手數量還並不夠多 所以現在要打這個貴徒特權騎士喔 應該還是有點效果的 畢竟打火炮也會蠻好打的 那我覺得義大利人這邊要訪的就是 對方大馬爆嘛 這邊除了熱奈爾弩手之外 也要出一點長槍兵 洞裝長槍兵出來擋一下 有案有案有案 OK 到這邊還是今天非常老到 這個長槍兵還是有到 因為我看很多 義大利玩家喔 他們並不會意識到 熱奈爾弩手是沒法單獨抵抗 對方歧視這件事情的 所以按一些槍兵來說 有個前線肉盾喔 去做個壓制還是比較好一點 好 這邊倆弩手數量還是沒有很多 好 突然以後火炮 這邊互推一下 炸 沒炸掉 炸了一發 OK 順利收掉 後面三大火炮走出來 想要硬炸巨頭 但巨頭這邊也是第一時間反制 逼退了道特這邊的出來 想要來點強弩 但強弩也是走位直接走掉 OK 長槍兵直接走出來硬戳 倒特這邊直接無視 對方的後面強弩嗎 沒有 後面戰鬥兵有硬點 騎士用長槍兵硬扛下來 哇你看 這個熱奈爾弩手 配重裝長槍兵 效果一級棒啊 忽然的馬直接做了蒸發 明明是個重裝騎士 卻還是跟紙弧一樣 熱奈爾弩手 再次擊潰了好幾隻的騎兵 但巨型偷刺機還是掉了兩台 火炮現在走出來 想要來趁機反制 但騎士數量越來越多 三攻也要好了 你看破爛的肉又破千了 這就是三級農的威力啊 一千六百肉 壓了上來 這邊想要直接硬吃強弩 但是這邊用成助手模式按到第一劍啊 就在這邊直接騎士在對手的強弩 這不是強弩 熱奈爾弩手面前發了個呆 突然變成劣勢了 就算沒按到助手模式應該也是打不贏 剛剛那一波其實有點鬆 就在這邊開始被反打了回去 戰寶兵 配上熱奈爾弩手 超級坦 那義大利的還沒有點下巨盾 點下巨盾之後 熱奈爾弩手會更坦 傭兵也是 三攻點下 破爛三攻終於好了 這邊可以稍微存一點黃金喔 開始轉這個大陸嘛 不一定要打這個貴族鐵騎 我不是貴族鐵騎 貴族特選 這邊開始轉一些戰毛兵啊 或者是配一些列克鐵克遺產的 這個劍踏洛馬 都是非常好用的 意大利人這邊要對應的事情 就是槍兵 這個熱奈爾弩手 戰毛兵 火砲 要一直混大的岸 那有人會說那要不要出火槍呢 雖然意大利人出火槍也蠻適合的 但我個人認為 遇到這種騎兵文明的時候 我覺得熱奈爾弩手還是比較優一點的 當然可以混一些少量的火槍在裡面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主力還是要以熱奈爾弩手跟長槍兵為主 畢竟人家是馬國 給點尊重 火槍是不給尊重的 OK 這邊果然被射爆了一些重裝騎士 目前稻河配兵來說還是相當的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瑕疵 不然這邊的打法比較容易被針對 現在這邊戰毛兵很容易被反打回去 雖然戰毛兵很努力在硬點熱奈爾弩手 但熱奈爾弩手血量其實也算是蠻多 45滴血 而且攻擊力一樣10攻 隔音半攻兵沒什麼太大差別 熱奈爾弩手雖然被減略非常多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細節 只要熱奈爾弩手就將降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這個重裝騎士還是很容易直接上去硬砍一波的 這邊再度把這個石頭給拿了回來 破爛火炮沒有繼續出 反正是重裝騎士繼續按 反正價格很便宜 一隻只要30塊錢的騎士 比這個對方熱奈爾弩手還便宜 所以即使這樣送 看起來破爛很虧 但其實沒有虧到哪去 他虧的只有肉 但肉對破爛來說 又是不值得一體的一個資源 好 那義大利還有大羅馬可以用 這也是對他來說相當好的一件事情 這樣可以很順利的去反制對方的戰毛兵 但是貴族特權的優勢開始展現了出來 正面騎士直接砍了上來 戰毛兵直接損失大量 熱奈爾弩手也是瞬間被砍爆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騎士 比較小看 還是要按一堆槍兵 加熱奈爾弩手 才可以抵禦住的波蘭馬爆 太狠了 直接把道德打回家裡 道德再度 壓回家裡 本來是想要開始往外攻了 突然這邊又展現出了他的經濟最大化的一個優勢 Judan這邊很好的一個細節是他村民來到139吋 接近滿人口重 資源也沒有太過爆表 大概在130-150這之間是比較適當一點 那義大利的這邊還是要再多補一些村民才是 但這邊正面已經開打起來關係 道德沒辦法顧到經濟了 正面的城堡已經倒下 道德還能再繼續守住嗎 熱奈爾弩手數量也沒到非常多 數量非常少 還不到十隻 好 重裝長槍兵繼續按了出來 火砲後面輸出 但是被收掉了一台 後面大落馬也是在偷偷亂砍 目前道德一大利人 三攻三防全部都疊滿了 科技全滿情況下能打得贏波蘭的馬爆嗎 波蘭滿爆威力繼續持續發酵中 重裝騎士數量來到16-17隻 後面火砲繼續產出 這時候波蘭有把自己一些村民給點掉了 想要來給道德最後命致命的一擊 村民來到146村 OK 這致命一擊非常有感 層出人口轉出軍隊 又不是現在很特化的 村民最大化人口經濟效應 好 後面又補下移動城堡 這個三巨頭能不能拿下呢 感覺是可以的 道德這邊村民其實不夠多 十二隻村民 然後前面也才到快到二十村 二十村來不及守住 倒下這座城堡沒了 義大利道德正式了沒有 勒納爐守了 竟然只能依靠長槍兵做防守 這對義大利人來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剛好義大利人 又對這個馬包非常沒責 打出了GG 你看這個 波蘭人啊 一百五十七隻 重裝騎士 一直出一直爽 到了現在還有這麼多黃金 真的是太強了 波蘭這個大馬包真的很強 果然義大利的弱點 終究是這個沒有城堡之後 勒納爐守數量一直蓄不起來的問題 很容易就會被逆轉 畢竟沒有疾病的話 大馬包還是很容易直接撵過去的 即使不是重裝騎士 到了後期沒有黃劍情況下 也沒有勒納爐守 波蘭還是可以用這個列克提克遺產 這個大洛馬的践踏效果 直接碾壓它的所有的搭配 都沒有問題 不管它是要出長槍兵 或是大洛馬 或是戰保兵強弱 或是勒納爐守 少量勒納爐守的話 還是擋不太住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把開局的文明 本來就是波蘭會比較優勢一點 義大利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要趕快把自己勒納爐守給蓄起來 但我覺得這邊也是一個很關鍵點 就是波蘭這邊轉出戰毛病 有一直去硬點對方的勒納爐守 但他們要把他一直成形起來 所以導致到頭這邊的正命 防守能力不足 反而被反退了一波 但我覺得這場打得有來有往 所以相當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 道德這邊拿下木頭的支援生柳 但其他支援都是由波蘭這邊 拿下少許的生柳 但食物也是領先非常多 領先大概快要4000肉 這個肉量也是相當的狠 4000肉的話就可以大概出 80肉一隻 至少有30-40隻肉 算算的騎士的話也就是 40隻或50隻的騎士數量 有點黃金非常便宜 30塊一隻 重裝騎士 所以再繼續馬包下去 我覺得對舊的人來說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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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看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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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悼